大家好 我是主席人余晨毅 那首先讓我來介紹本藝成的作者KK KK畢業於東方大學的子宮研究所 他本人對於遊戲開發有滿大的熱情 然後對他也沒喜歡城市設計貓還有遊戲跟狐狸 認為自由軟體和開源軟體有本層差異 那講者本身目前也是RUST社群的忠實信徒 今天他要帶來的主題是EMscripten Compare your code to JavaScript 那這個議題將說明如何將EMscripten 將C跟C加加的程式碼快速轉換 或就等於比較容易轉換成網頁上運作的JavaScript程式碼 那目前多數常見的遊戲開發運行 都開始投入這一塊 像Unity 3D、Unreal跟Godad 然後在可預見的未來 類似EMscripten的相關技術 將會被廣泛採用 那讓我們鼓掌歡迎 可以帶給我們接下來的事情 觀眾朋友分享 謝謝 好那剛剛主持人的異藉物資 就是我是成功大學名畢業 然後現在中央大學研究所 縮一 對好那不是重點 好那我今天的講題是inscripten 那他在官方網站的寫法就是把你的c或c加code編引成JavaScript 那我想就是詢問一下現場有人用過Inscript嗎 好那等一下點小力一點 好那這是關於我的資料 那我的本名是2.ray 那平常使用ID就是KK 那認為遊戲最美好的時代是16bit的時代 那我也是 就是拉一下關下 我也是來自成功大學C4Labs的成員 那以前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現在是成功大學的學生 好那議程開始前呢就是跟大家說 那等一下議程進行的當中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歡迎隨時提問 那 那還有一點聲明就是 這一個議程是主要是以初學的介紹為主 所以不會講到太多compiler style的東西 那如果你覺得這議程不太適合你的話 那可能就是 你可以找別人的議程 或者是在這裡聽我再講一次 好那這個議程大概的 有程度就是這樣 我會先稍微檢驗一下 Escrington的東西 然後介紹一下用法 那接著講一講我們要怎麼 把你在桌面端使用的桌面程式 移植到網頁上去跑 那最後會講一下是 移植套件庫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比較難以分類的 美美角角 好 好 那 大綱有一個簡介之前 好 那我們的問題A就是 為什麼用JavaSpring 那 為什麼用JavaSpring 那 第一個原因當然很簡單 就是因為 JavaSpring可以跑到網頁上 那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NordJS 現在也算 算是一種顯學了吧 其實很多應用程式後面都是NordJS 只是你不知道 那我們又有第二個問題了 那為什麼你C++ C寫好好的 要把它移植到JavaSpring 好 那第一個原因就是 程式 跑在網頁上 跟跑在Dial上是不一樣的 你想想看 如果Aggio 跑在你的桌面上 它會紅成這樣嗎 不會不會 就是不會 你 你光是下載 你就會覺得 好懶好懶 那其實你在跑到網頁上 你也是在下載 但是你就會覺得 哇 它可以直接玩耶 就是 對我覺得這可以開另外一個 心理學議程 就是明明是一樣的事 但你就是覺得 心理暢快許多 對 就像Pokemon Go 跟Ingress 其實是差不多的東西 好好 我們不講這個 再來就是 程式跑到學校很像 其實就是某種程度的法平台 那如果你的程式 在移植 Course的上 並不高的時候 這會是一個 蠻不錯的Solution 特別是在你的遊戲 並不需要 極大效能 或是非常特殊硬體 的遊戲的時候 那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JavaScript渴望速度 它覺得 永遠不夠快 好 那為什麼 編出來Call比較快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那 最後最後一個原因就是 這件事是蠻好玩的 就是 你不必 真的那麼在意 它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你可以去思考 為什麼 它可以這麼做 它怎麼做到 好 好 那接下來是 真正的簡介 好 那 Inscrept做的事情 它 概觀來看是這樣 你給它一個 C和C 或者是C++的 Function 那 它會把它編成 LLVNIR 你大家都有特殊硬體嗎 LLVNIR 不就來了嗎 好 那接著 它再把它編成JavaScript 好 那當然 最小心 其實 現在已經 不太成立了 那 這個一樣 我們等一下會再講 看 現在 大家就是 怎麼使用inscript 呢 那 現在 我 我個人看到的 一種 蠻常見的用法 就是 重複利用C或C++ 原始碼 那 像是我現在 有在看一個 就是 一個新的 Image Format 那 它的所有 規格都還在變動 那 這個時候 你把它的C code 移植到JavaScreen 然後去實作它的話 其實就顯得 不見得那麼明智 因為它的規格隨時會改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C code 並沒有設立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OS 相關的操作的話 那 你其實可以直接把 那個C code 的邏輯 變形成JavaScreen 然後直接 用JavaScreen 去做網頁上的demo 那我們等一下 這個網路有demo 那還有一個 最值得用法 就是抑制你的 桌面程式 像是遊戲之類的 主要就是遊戲 那還有就是剛剛說到的 架數 如果你的套件 像是 你使用了一些 影像處理 或是 影像辨識 那你用存 JavaScreen Coding的話 它可能會有 語言速度上的限制 好那這邊有一些 實際的例子 我們可以來看 看一下 這個 FLIF 我點錯 我點到無頁面了 這樣點這個 啊對 我忘記我沒有裝網頁了 啊 我沒有例子了 我忘記開網路了 就是跑起來 因為聽說我講的 Costcom 沒問題 那主要 那個 Unity Game Engine 它就是 Unity的 好像是內建的 一個Template 就是 Angry Bot 那它現在是可以在 網頁上直接 跑 那它可以使用 它可以使用網頁上 像是 WebGL的 API 它可以使用 滑索的API 它可以使用 Control的API 所以這個遊戲 在網頁上跑起來 也就跟你 在座面上跑起來 是沒有特別差異的 那這個 FLIF的Demo 其實主要就是 秀這個 新的Image Format 它就是秀它說 它只讀了 百分之多少的檔案 它就是 跑得比PNG 還要漂亮 好那它大概是 這樣的Demo 然後 這邊 好 那我們再 重新整理一下 Inscripten到底做了什麼 Inscripten可以把 Portable的 C跟C++ 變成JavaScript 那 Inscripten也提供 C和C++ 一些WebAPI的HeaderFile 那你可以在裡面呼叫它 像是 Controller的API 然後TouchScreen的API 然後WindowsResize Focus Unfocus這些API 它提供了 一些HeaderFile 然後讓C++可以取用 那Inscripten也提供了 輸出C C++韓式 類別變數的方法 那 這幾乎就是做了我們 所有想要做的事 我們讓JavaScript 看見了C 和C++的 那些資料結構 好 那 這裡就是做一個澄清 就是 Inscripten匯出的就是 C跟C++的韓式 類別和變數 那 所謂的應用程式 它是一個特例 當它匯出MAN的時候 Inscripten會自動執行那個MAN 但是MAN和Fool 其實本質上是沒有差異的 只是Inscripten 讀到MAN的時候 就會興奮的自動執行它 對於是 我當初在用的時候 算是有點卡住的地方 那我們這邊就 舉一個使用的例子 你現在有一個MAN 在裡面 在裡面CreaminF Hell War 那不是Hell War 那你就使用 Inscripten提供的 編繫器 就是EMCC 然後接著你可以匯出 一個MAN HTL 或是MAN.js 那 如果你是 匯出MAN.htl 以後 你用瀏覽器開起來 你就會看到 它會有一個 模擬的console 然後裡面寫 Hell War 那如果你是編繫成JS檔的話 你可以用NodeJS去執行它 它一樣就會顯示Hell War 好的 但是 如果你 夠靈敏的話 你就會發現一件 令人白思不緊的事情 為什麼這 有9000的行為生死嗎 因為DU有9000 好 就是 你的原始碼只有這樣 就是 你想後頭也想不懂 為什麼 為什麼 不是就是Console Console Node 好 那我們 等一下會解釋 就是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事情不是 如我們所願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 instrument大概的架構 那這邊 不知道這樣字 看不看得到 就是畫面最左邊 它指的是你 C和C++的sword 那它使用 instrument的frontend以後 就是EMCC 那EMCC 其實就是 它是一個包裝起來的東西 它會先呼叫 inscripten版本的clam 然後把你的C跟C++ 編進成LVNIR以後 然後輸出到inscripten自己做的backend 然後那個backend就捲出 javascript code 就跟早上講的一樣 然後它的clam 就我的理解是 它會多加一些 比較 它自己使用的一些tag之類的東西 我其實 我沒有深入它的 原始碼去了解 但是 做實驗的結果是 大概這樣 對然後生出來 它就會是 javascript code HTML code 那如果它需要的話 它會再去 link其它它需要的javascript code 像是printf10座 怎麼可能叫做square10座 那就是inscripten開發者 自己給它printf10座 然後接著把它link起來 那inscripten這邊的話 你沒有用的韓式就不會link 所以雖然它的library很大一包 但是它只會連結自己有用到的 好 那 就是 這邊有一些背後的努力 就是剛剛提到的那些 library的10座 你必須有10座才能link起來 那像是這邊 sdlio sdlib 這些它們都有10座 那c++ 那些vector 資料建構 它們也都是 有10座的 那其他像是一些sdl gout 這些圖形化的library 它們有10座 所以如果你的應用程式 是用這下面這三個寫的話 那 你只要做稍微的修改 你就可以 應該就可以 很順利的一直到網頁上 對 因為 它是網頁嘛 好 那 剛剛講到為什麼會有9000多號 原因是因為 現在inscripten已經 只輸出asn.js了 它早期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早期是 用它 在官網上 偷那篇論文 它是 真的是making過去的 你給它fold回圈 它就fold回圈 你給它print 它就console load 但是現在的實說方法 已經不是這樣 它是 弄出一個叫asn.js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javascript子記 那 它有幾點特色 那第一點特色就是 它在模擬 桌面程式的記憶體操作 如果你可以看到關鍵字 你就會發現 事情很奇怪 它有stake top 它在存取stake 那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在裡面的所有變數 它的time都不會改變 你沒辦法像 正常使用javascript那樣 你先把它變成double 然後接著把它變Stream 這件事 在asn.js也是做不到的 那有了這些限制以後 會怎樣 有了這些限制以後 游覽器就可以對這些 符合規則的code做最佳化 它可以不去券出 javascript應該券出的code 而是券出一份 跑得更快 然後 上得更好的code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現在用inscripten 把c跟cdlib成javascript 可以加速勻 所以我們就來總結一下吧 inscripten是一個c到lvnir 到javascript的compiler 所以理論上 只要可以編到lvnir 都可以被編到javascript 理論上 那我 我有嘗試把rust 的編到javascript 然後 果然只是理論上 因為它東西改很多 就是 rust那邊都改很多 它很多東西都太舊了 那如果我沒有理解錯 現在 確實有人在 努力著把rust的 backend直接塞一個inscripten 就是如果你去看rust的souls tree 它有一個inscripten的branch 那inscripten用javascript 然後 還有一些常用的library 然後 它說出的javascript 不是很javascript 喔對 我剛剛忘記講 就是 asn.js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 因為它是subset 所以即使你的瀏覽器 不支援 asn.js 它一樣可以跑 只是 它得不到效能的優勢 然後它是asn.js 然後 它在裡面是模擬機操作 所以 它叫asn.js 好那我接下來介紹一下 它的使用方法 那第一步的話 你必須先安裝inscripten 那 詳細就看download的連結 那如果你是unislight system的developer的話 你就download它的sdk 然後照著指令操作 它就會動 那如果是windows開發者 我們就只能說聲抱歉 我不會 但是官網就要選 好那你安裝完以後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拿到encc 跟en++ 這兩個inscripten的編印器 好那使用方法就是 把你的gcc變成encc g++變成en++ 你不要再講 理論上它就會動 好那 接下來就是講一下使用情境 就是你希望它幫你做到什麼事 所以第一種可能就是 你想把一個有man的應用性質移植到 瀏覽器上 那另外一種可能是 你不希望邏輯是被寫sdk 和sdk 那你希望把它的資料結構 還有把它的一些可以用的東西 匯出來 讓javascript可以使用 那我們現在就先從 移植應用程式這部分開始講 好那 移植應用程式到瀏覽器 那應用程式有兩種 圖形應用程式跟 cli應用程式 那如果你想把cli應用程式 一直到門面上 那也是可以 好那你要怎麼移植呢 首先就是你用到的API 來javascript必須用對應實作 就像你用的圖形API 如果你用了一個 inscrimment不支援的圖形套件 那就是很遺憾的 inscrimment沒辦法幫你做到這件事 除非你的那個套件 有inscrimment的實作 就是它的backend 用inscrimment提供的API 或是一些會被API 刷掉 那就可以動了 那接著 那一說的事的做好以後 你就cxxen++ mac 就好了嗎 當然不會 這麼好 那這邊就是講一下 有哪個圖形API是可以用的 就是 剛剛提過的這些 那如果你不需要用這些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 在cli裡面使用 HTML5的元素 那inscrimment提供了 就是標準上 那你可以建立一個Canvas 然後在裡面create OpenGL的content 然後在裡面roll 就是你可以完全 讓這樣的code寫出來 就完全沒辦法讓在native了 那這邊是一個 我喜歡的很慘的demo 就是它可以動 但是請不要玩 那還有就是一些其他API 就是他們都放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就是如果你把sdk裝下來以後 你就可以在裡面找到 任何你說的可以用的API 就是包含 手機的陀螺依啊 手機的電量啊 或是 手機的觸控 那些API就是它都有接起來 那在椅子的過程中呢 這個 這個define會蠻有用的 因為 你要區隔你的code 是 哪部分是要跑到你screate 哪部分是給你捏鐵的 那接下來就是馬上捏到它 那你改透的時候 遇到最大 最直接的問題 就是你的組合圈 因為你不能再加到Screen這麼做 你不能wile true 然後一直跑 對 大家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嗎 對對對 你就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打開console打就知道了 好那 你要怎麼處理這件事 你必須把你的ccode 非同步化 你要使用 Inscreate提供的API inscripten set event loop 然後裡面放callback 然後1秒跑64 那這樣跑的話 它就可以跑了 因為它上面的API 在實作的過程中 會把它非同步化 那其實 很多椅子的部分 也都是要把它操作非同步化 因為 你不能讓 游覽器在等 還有一個會繞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使用韓式 沒有實作的話怎麼辦 它有椅子的方式 不過 它有點繁瑣 所以我這邊就 不多加介紹 但是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 好 那當你把上面 零零總統的事情都做完以後 就可以 收工回家 嗎 好 那當然不是 就是 你只是程式編譯起來 跑起來只是第一步 那接下來 會產生BUG的話 這邊BUG其實不見得是 inscripten的BUG 可能是你的程式本來就有BUG 也有可能是inscripten的BUG 也有可能是inscripten的BUG 也有可能是inscripten的椅子 但是真正的狀況 那下面的狀況其實很少 通常是 你誤出了一些inscripten 執行環境的地雷 或是你錯誤的使用Library 例如說在裡面不想寫了一個Fall 或是你寫了什麼Sleep 然後讓整個東西卡住 那講完應用程式以後 我們就講講看一支套件庫 喔對 就是提醒一點就是 其實雖然分兩個主題 但是裡面講到的小主題 其實可能對方都可以互相使用 你知道嗎 那L你要把它 變成套件庫使用 你會有幾個需求 你想要從JavaScreen端 呼叫C跟C加亞程式嗎 你也會想從C跟C加亞那段 呼叫JavaScreen程式嗎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介紹 就是你要怎麼做到這些事情 那我們就先從JavaScreen呼叫C跟C加亞開始 那你感進去的東西 會是這三個 韓式類別跟常數 我還有漏掉什麼嗎 好看起來沒有 我漏掉了專注 我漏掉了笑聲 好那 當你要export 你C跟C加亞的韓式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方法A 就是在上面加inscripten keep alive 那接著你用EMCC編譯的時候 它就會記得要把這個symbol存下來 那就是代表你要export出去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你可能不想要export出去 它可能是供內部使用的 好那這邊注意一下我就是那個pre-extreme ptr 它輸入的是一個指標 等一下我們會聽到有趣的事情 好那接著就是把它照常編譯 那這邊就跟一般的編譯器 沒什麼兩樣 你最後就是捐出一個 叫做scripten 那你就可以在nodezs裡面塗繞 那一樣是用require 那這邊就是 它這個方法A的呼叫方法 你使用inscripten提供的一個叫ccode的function 那它的第一個是寫那個function的名稱 然後第二個 那個看起來像雙引號是兩個單引號 它的意思是returns 它的return是什麼型別 那第三個代表的是輸入的參數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你要輸入的東西 那你可以看到前面這個printster是 我剛剛講的它是 如果那個ptr是nor 它就print ptrsnor 如果它不是 它就會print那個字出來 好所以上面這一行的字信以後 它就會print say my name 那下面那個是 就是它把它包裝起來 因為你每次要呼叫那個的話 其實在操作上並不是說很方便 所以它require起來以後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那個參數而已 你使用crap了以後 你接著就可以 把它當一般的參數使用 那這兩種方法 其實都有某種程度上的overhand 所以使用方法A會出function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直接輸出 就是它的EM的資料結構裡面 其實有一個頂線print stream ptr 這是可以供直接呼叫的 但是他們會創造crap是有原因的 因為這行程式執行出來以後 它會說出ptr is no 不是還是mer 不是還是mer 沒有人敲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呢 因為它要輸入的是 pointer 所以你必須給它 pointer address 那如果你要手動操作 你就必須這麼做 你必須先 再叫它screen裡面存一個string 然後用inscription提供的 memory allocation function 然後再把那個string換成 一個anti-array 然後得到了它的 pointer以後再傳進去 那接著你就會得到say my name 那就是為什麼它要提供crap 因為它提供有比較方便的見率 但是如果考慮到效能的話 其實這個方法是比較合理的 但是就是它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擾 因為你就是不想要寫c才逃到這個 你怎麼又在寫c了 那當然那個sti可以free掉 它就會在inscription建構的虛擬stack裡面 把那段記憶體free掉 它的操作就是完全跟 一般我們low store那些操作是一樣的 那如果我們要幫 把剛剛的code丟到流氧器呼叫的話 它的方法其實是蠻簡單的 就是你用script然後src把它load進來 那唯一的差異是 它的名字一定會是modo 那其他的操作其實就是跟node.js一樣 那值得注意的一點就是 你必須注意 瀏覽器端跟node.js 環境提供的API不見的一樣 所以如果你用了特定的API 可能另外一邊就不能用了 只要你在流氧器用alert node.js可能就不見的alert 好那第二個我們在意的就是 你要怎麼樣呼叫類別 那現在inscription提供了兩種方式 一種叫web IDL binder 那一種叫inbind 那這兩種方式根據官方的說法 他們並沒有效能的明顯差異 所以想要使用哪個基本上是取決於你的偏好 好那我們先從web binder開始介紹 那web IDL binder使用方法是 你必須先建立一份web IDL 你要告訴javascript你想要匯出什麼給他看到 那這邊是一份簡單的web IDL的格式 那等你有web IDL以後 你必須用它裡面提供的工具 幫你生出一個group file 那執行完這段程式以後 你會得到兩個檔案 你會得到group.js和group.cpp 那工拿到以後 你必須建立一份任意名字的檔案 然後import.cpp 對這個很危險 那注意的就是要注意順序 你必須先import負跟bar的實作 然後再include grue 因為grue裡面需要這兩個實作的詳細資料 然後接著你就是 用上面這樣的指令 那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你必須下一個-post-js grue.js 然後讓它找到那份grue.js的檔案 那輸出以後的module呢 它就可以使用class了 那使用方法就是 跟c++有點像 你可以新增一個bar的部件 那呼叫它的member function 那你也可以access它的 一些member variable 沒有這個不能access member variable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因為這是網頁的限制嘛 所以它沒有lifetime的那個判斷方式 所以等你用完以後 你要記得把自己弄出來 東西清理乾淨 好那更多詳細呢 請參考這裡 好那我們 剛剛講完web idea的binder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看另外一個可用的方案 它叫inbind 那這邊是一個正常的c++寫稿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嗎 它有constructor 還有member function 還有static的member function 還有幾個變數 那inbind跟web idea不一樣的是 web idea是把東西寫在外面 那inbind是把東西寫在裡面 你用c++ code去宣告 你想要expose什麼東西給它 那它的用法大概就是這樣 你告訴它你的class是什麼名字 然後跟它講 你要export什麼 你要export constructor 你要export function 然後class function就是stating function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設定好以後 你就可以像剛剛那樣使用 好的 始作 那b1的話 這邊一樣要下一個 簡簡單bind的參數 讓它知道你有使用這項功能 好那一樣 你要自己抵立你的方法 因為現在javascript之間環境還沒辦法 用scope或者什麼方式來判斷一個物件的lifetime 你說什麼 可以export function 可以export class 你覺得還不夠 那inscreen還提供了 javascript繼承C++類別 和javascript始作C++虛擬函式 那這邊講用虛擬類別的這種例子 就是你現在有一個interface的虛擬 存虛擬的函式 它叫來invoke 那裡面可以放一個constant的string reference 那下面這一行就是 你必要的工作 你必須繼承它 然後做出一個讓inscreen知道的東西 它必須知道這個東西的存在 它必須知道它會算什麼值 它輸入什麼值 那接著你再把這個interface包起來以後 要注意的就是那個function invoke後面 它有一個pure virtual的參數 然後接著就是allowsubstate subclass 那接著奇蹟就會發生了 那一樣你必須先建立一個類別 裡面有invoke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這個b 裡面有一個invoke 它的方式選會console log hello 然後str 那接著你呼叫inscreen提供了 interface implement b 那你就可以拿到一個 實作它類別的 在jowarscreen裡面的c++ 含c++class 那這個class呢 invoke出來的class它真的 它真的可以去判斷這些東西 就是你把它丟到那個function裡面以後 如果行別是對的它會跑 行別是錯的會爆run time error 那這邊跑以後就會爆hello katia monica 好那invoke的後面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們發生時間不夠嗎 invoke後面呢 其實是一大堆的c code 那這都不用理它 這邊重點是這個 invoke register function 那我們好奇的是這個什麼 你找到上面的話會跟你說 invoke register function不在這 那我們就抽取整個檔案 然後你會發現invoke register function 居然是在一個叫invoke js的jowarscreen裡面 那就是因為inscreen最後會連結所有的檔案 那這個時候你就有種失誤 可能就好像是那種公司講的 對就是 對 對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幻覺 那附在一起就是剛剛那些實作虛擬函式的操作 在webIDL binary裡面它也是做得到的 好那最後一個就是匯出c跟c加的層數 但是這件事就是 它是相對容易的多 那不過有一個重點就是 那個常數並沒有被rap起來 所以那個常數是可以被變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件事可以發生 就是它應該可以 用一些方法避免掉 但是這個常數目前 我當時實驗的結果是它可以被改變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講一下c跟c加呼叫jowarscreen的方法 那這邊最直覺的方法是呼叫一個 function 叫inscreen的rownScreen裡面寫jowarscreen code 就像這樣 那它在編完的話它就會執行這段code 那還有一個就是inline assembly style的 就是你這樣寫以後 它到時候就會編起來 它就會內籤了一段jowarscreen code 那這個還是有什麼缺點 它的一個缺點就是它沒辦法輸入值 還有一個缺點是它沒辦法回傳值 所以inscreen提供了一個可以輸入值的版本 那在這邊把100輸入了進去 那它也提供了一個可以回傳值的版本 那這邊的話可以回傳值 那em.asn它還有一些系列座 那上面這兩個其實是形態的不同 那下面的是 當你不需要輸入值的時候你可以使用它 它可以減少一些overend 那這邊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剛剛提到的function 它們其實實際上的失落都是在產生一個function 所以這是有overhead的 所以千萬不要fall一回旋 然後裡面不停的執行一小方jowarscreen 那你會不停的產生方jowarscreen 對連scape就會上下交流 那如果你真的還是覺得不夠 你覺得那還是不夠你使用 那你可以使用ebl.h 那呼叫jowarscreen 那呼叫jowarscreen 就是自稱化為jowarscreen 那下面有一個簡單的code sample 那這個是一段jowarscreen code 它做的事情是用web API 你產生一個triangle wave form 然後並且播放它 那你用了ebl.h以後 你可以把你的jows 你可以把你的c加寫成這樣 就是你用c的變數儲存jowarscreen的global variable 然後再互叫做global variable 再產生一個jowarscreen變數 對你就完全可以去access jowarscreen面所有的東西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那最後就是一些美美佼佼 比較難以分類的東西 那第一項我們盤的就是檔案系統 那在裡面的東西的話 它 它沒辦法真正access到檔案系統 但是它裡面提供一個假的檔案系統 那製作檔案系統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在編輯的時候 你可以 減減preload file 然後給它一個資料夾或檔案 那接著它就會把那個東西 尋回的包起來包成一個虛擬的檔案板 那inbine也可以 那inbine是直接把資料 配到你的jscore裡面 那差別就是可能在讀取的時候 因為讀兩個檔案可以進行嘛 那你讀一個檔案可能就會比較慢一些 或者你可以直接用它的工具把它包起來 那檔案系統操作的始作都存在這兩個 存在上面的libraryfs.js裡面 那inscriven wget的話 如果你的遊戲需要存檔的話 這會是其中一個方法 你可以去網路上抓該用過的存檔下來 放在虛擬的檔案系統裡面 然後讀取它的資料 那library.nfs就是 就是真的一個虛擬的nfs 你可以寫檔案 你可以改變它的權限 你可以做資料夾 你也可以下載檔案 然後再把它mump到一個點 你也可以對它做連接 那inscriven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多執行序的資源 那現在的話 只有少部分 測試版的瀏覽器它可以跑 所以 現在這個東西只能拿來測試用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的話 你可以在邊緣 你可以在邊緣你專家的時候 使用這個函式 那它就會讓你 它就會使用一個 share type array的 資料結構 讓你可以在網頁上模擬出 multi-thread的行為 或者是你可以 推特休息室 使用WebWalker的API 那它就是 會有一些先天上的限制 就是不見得適合你的狀況 好 那最後 最後幾個議題就是 編譯參數 那inscriven在編譯的時候 一樣可以下減G 那就是保留 你編譯出來程式碼 人類可以解讀的 debug狀態 那你下減1的時候 它會保留 換好什麼 它不會把它黏成一坨 那下減2的時候 你可以保留 function 的名字 那你下減3的時候 你可以保留 選用 variable 的名字 當你下減4的時候 你可以在 browser debugger 裡面 debug SQL 好 這可能看不太到 那這個是一個 SQL 然後我在printf 前面下斷點 但是實際上這個 其實不是非常好用 就是 它感覺overhead很大 就是你跑完半天 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當不掉 所以我覺得 血統成分 可能比較大 那現在在各大 流覽器應該都能正常的支援 那inscriven還有一些 便利相當就是-O 那這個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那inscriven自己也有提供一些 peep的檢查 就是 有很多操作 你在cgir裡面沒有出事 不代表你做對了 只是它沒爆炸 那在inscriven 它有些操作 會變得非常敏感 你爆它就是爆了 然後你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我 binary 您執行在電腦上就可以動啊 它為什麼不能動 那就是因為 其實它只是沒爆而已 那像下面那也是做檢查 那還有一些就是 設定stake size 因為 你拿到array 那個size就在那了 你沒辦法動態增加 因為 你沒辦法 你懂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 增進效能 是disable exception 就是 如果你要使用exception的話 它會 肆皮會對你造成一些overhead 那 如果你沒用到 你就可以把它disable掉 那它就可以少一些overhead 剩下兩個就是 如果你要使用一些套件的時候 你必須把它打開 像sdl 或是sdltdf 那是render true type of font the library 那所有的設定都在setting.js裡面 那你可以去看看 它裡面都蠻詳細的介紹 那今天的議程大概就到這裡 那這邊是一些額外閱讀清單 那第一個蠻有趣的就是web assembly 它就是要做一個給web狂的assembly 所以它可以擺脫jrascreen的一些執行限制 那在gencode部分也會 應該會變相對輕鬆許多 因為它必須是一個 比較統一的標準 那下面兩個就是 sd.js的資料 還有inscreen的官方網站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晃一晃看一看 叫個patch也可以啊 修個error 好 有任何問題嗎 想要請問一下 現在inscreen對目前我們 比較常使用的c跟c加加 是固執圓度是如何 而以你的實物性為提供一些 對 現在的話就是 如果你用的是podable的c跟c加code的話 他們都沒有出到剛剛那些dl 像pthread之類的東西 它都是可以正常運行的 那如果你發現它不能正常運行 那請教醫學 或是找irc請求專家協助 對 對 那其實 那個麥克風給你看 好 我想問一下 前面有講到那個unity的東西 但是 其實unity就是用 javascript寫的時候 它其實 就是有要求 就是要求的很嚴格 連形態都要先確定好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 那像 用這個東西去 就是用inscreen去把c跟c加加 轉換成unity可以用的javascript的時候 是會變不一樣的東西嗎 還是 就是 還是都是一樣 就是 都跟剛剛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現在就我的理解 如果是遊戲引擎的話 它們是引擎的runtime的部分 那你的script 就是它的runtime可以跑 就像你可以把一個pithersruntime 移植到網頁上 那它就可以正常地自行pithersrc 所以 使用者的話 其實不會感受到這一塊的困難 其實這不論會是遊戲引擎商 或是其他軟體商用的困難 謝謝 會 那其實同學朋友做的一樣 就是 關於自由軟體 與開源軟體的差異量 就是 我不知道對它來說 自由軟體 或是開源軟體對它來說 是怎麼一回事 那 我說說看我的狀況 就是 我覺得做這些東西 最有趣的就是 練功 就像你想決runtime 但是沒地方練怎麼辦 就去找別人call summit一些patch 那 你多看別人的程式法 你也可以感受到 別人的設計 或是 就是 就是 你懂嗎 自己走太慢了 不要招到別人走 你有自己打到多電腦嗎 沒有 大家都用別人做出來的電腦 對 那我覺得學習程式應該是這樣子的 那我不是說 不該自己打到自己的電腦 但是 對 看別人的走性比較快 而且你可以學得更快 你也可以找到有人討論 那你可以知道什麼call叫好的 你可以知道 怎樣的工作環境 有什麼不好的東西 那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 感覺到你自己在參與這個世界 某個專案 容易腦內多半就 對 就是 挺會很愉悅 或許之後我很愉悅 那我相信 如果對技術有興趣 應該都會覺得蠻有趣的 那 當然就是 美感的培育從小開始 真的 我不是因為這邊看Linecode很多 才會這麼說 就是 真的要培育一些美感 多去美術館逛逛 好 那其實謝謝各位的聆聽